1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陈编华就两岸记者关心的问题做出解答 作为2024年首场国台办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从对台政策 两岸经贸 两岸交流等方面 对2023年两岸关系进行梳理 并表示在新的一年会持续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 新的一年我们将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翻征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 持续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 不断扩大两岸人员晚来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